过去56年 金马奖是华语电影世界最重要的奖项 是电影工作者的最高荣耀 它见证时代的变迁 感动了无数荧幕前的观众 2020年COVID-19出现 为世界带来巨大的转变 封城 停工 人们生活受限 无法聚集 电影产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57届金马奖也不例外 瞬间 电影仿佛暂停了 其实 故事人不断在生活中发声 电影的脚步也未曾停止 于是我们将第57届金马奖 变成时代的记录 一部属于2020我们的电影 片名是《前往明天的路上》 我们邀请第56届金马奖的 22位获奖者参与工创 透过各自的视角 将疫情期间的生活与感受 化为一支形象广告 及12段创作短片 同时 我们启动群众素材募集活动 邀请所有人分享属于自己 2020的一个镜头 33个日子 收到7225件 来自群众的珍贵记录 不仅在影迷间造成回响 也在疫情下 透过数位媒体的特性 带动一波波对华语电影 与金马五七的讨论 一幕幕来自2020的生活记录 集结成《前往明天的路上》 这部电影的不同环节 每一个片段都像 路途上一道道珍贵的流光 点亮电影 也点亮我们 第57届金马奖 不只是电影 更是一场时代的共创 它成为一个看见彼此的平台 在这特殊的时刻 跨越了时间与空间 用生活中的真实感动 串联电影与我们 明天过后 我们将继续前进 金马五七 前往明天的路上